各位微信闲事及各位熟悉善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缠结风水学 信不信由你自己去体验去正道 你就可以了了分明 曾经在台中是某一条大路的中央 就是有一条大马路冲过来 这是一家银行 当时这个银行路冲 旁边一家带得很高 他们老板来跟我说 他要银行住在这里 像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马路这30米的路 这个也是30米 他这里要当银行 我说你在这里一定会失败 路冲煞气很重 煞气重游离气重 那是一个剑 一个剑穿心 就是有刀光剑灵 你在这里绝对坐不起来 刀光剑灵 四月失败 这个水光之灾 我来这一位要投资者 我说你去看一看 调查原来的 他们在这里做过 什么任何一个事业的人 发生这里已经三个人 三家公司在这里开了 结果三家公司都三更半夜关门 闹跑 闹跑了 再没有办法还 所以你还要去 踩进去第四位吗 第五位吗 所以他就不敢了啦 然后我向你去印证看看 再过几天你再来告诉我 你凡是去看到路冲的 那些店面 公司事业 看他做的好不好 你再来估我奖 那我一面正道 也感恩你 也谢谢你 让你了解到路冲的重要性 路冲的重要性 第一是官司 第二是刀光剑灵 是雪光 第一是呢 就是口手之灾 再来就是四月失败 里面的人 常常 土土其来 的灾货 灾货都来了 所以我说你去树看看 去查看看 结果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了 他造了好多像来给我看 结果所有的路冲的店面都关起来了 我说这些人混有福气 店面关起来不用了 人不要来这里住 没有租出器 那反而好 反而有功德 租出器 反而损了得 所以我们建设公司 要盖房子了 你对路冲 你要有相当相当的 风水学概念 否则的话 你会害死人 你会损得得 一损得 那你就 母猜你 损得要死 赚不够来损得 赚不够来赔一本 所以风水学的重要 我建议 各位 我们要小心 我们有风水学 这本书 若是十方大众 你要的话 可以到我们 分支道场 来收起 我们完全免费 与各位节三年 只要各位的平安 就是我的平安 是大家的幸福 哇